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不得不赶紧出面成亲 我们好着呢 然而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5日发布文章 戳穿了这对人前夫妻的假象 文章称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在加拿大约西峰会上表现得非常粗鲁 且言论带有挑衅性质 几次三班称 欧马委员会主席 纳克洛德荣克是残忍的凶手 并明确向法国总统埃马尼埃尔马克龙表示 所有的恐怖分子都集中在巴黎 在那张六大派为公光明顶的照片发布之后 美国与其欧美梦有关系破裂的新闻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坛子 一时间 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欧美国家反目成仇的传闻 似乎因为这张胶片的发布而坐实了 眼见着世界各国媒体都拿着本就极其可谓的欧美关系请送这样子 媒体眼中在峰会上被围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坐不住了 于是他找出自家摄影视拍摄的几张地气峰会 官方指定温馨场面出来秀人答案 我 何计用国家领导人关系都好着呢 我们没有啥顾不去的坎 比如说谈到照片中带头在反倒德国总理默克尔 特朗普发推表示 我和默克尔关系很好 当时只是在谈判 都怪咱媒体选择性报道 然后白宫放出了一张同样场景下甜蜜细细的照片 是的 抗拒的抱胸 化为了绕着的温柔 几分瞬间轻易的有点不忍直视 而在谈到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特朗普则表示 我们交流也很好 和低期其他领导人 那更不用说了 简直请笔金尖 一派其了融融的样子 这样看来 这一次特朗普似乎又被跟踏势同水火的西方媒体给坑了 媒体眼中的针锋相对 明明就是人家在打情骂俏吗 然而 去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报道 特朗普的这种做法 显然是预盖迷章 华尔街日报 援引参加加拿大G7峰会国家领导人会谈的 欧洲外交官的话报道称 如今是互联网时 带了利用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轻松创业月收入5万以上 还可以轻松运作全球生意想 创业可以加V514881245 G7峰会的其他国家领导人无法说服特朗普改变其在商品进口 一年 翻口 环境保护等其他领域的立场和态度 在峰会结束前夕 G7国家领导人的心情 因为特朗普不愿意承认已经非常明显的事情 而变得非常失望和低落 欧盟消息人士称在第七峰会结束后 与会国家领导人的心情明显发生了变化变得非常糟糕 据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总统几次当着所有人的面称 欧盟委员会主席是残忍的凶手 因为布鲁塞尔对美国技术公司的罚款而批评不让 克洛德荣克